人家当年 他是我们那会儿 清歌赛人家是冠军 而且你们是一届的吗 不是不是 他比我早一届 我刚才专门问了你这个问题 他说咱俩一届 你看他脑子 我都不反驳他 你比我早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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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红 咱都是一届的 我哦对 我那届没得没拿钱啊 但是你前面没拿钱 你跟我这一届的时候 你三个人 你拿给我一届 你给我早这冠军 你已经倒是日放了 我这个起敌嘛 你给我早这冠军 那你怎么会跟我 跟我们那时候 老韩我们仨特别好呢 老韩是跟我好认识的你 老韩是我同学 你忘了 他俩同学 认识的你嘛 咱俩也是 但我跟他是一届大赛的呀 他也没拿奖当时 对 合着你们这么有实力 当时都没拿上奖啊 那人家的实力 人家是实力中的实力 我是简陋 你知道吧 他们都不拿奖 就给了我呗 没有 他跳了 就简陋 而且他是冠军 孩子的房间 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 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 中文历史 sec 感谢观看